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百二十六集 半闲的眉尖皱了起来 他看着阴影中的那个人 迟一片刻后开口问道 你怎么高兴成这副模样了 虽然我们见面少 但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呀 黑影里的刀客微微躬身 笑着说道 我一直都是这样轻调的一个人 还请小范大人见谅 轻调 半闲皱着眉头说道 难怪当年因为贪玩 惹出那么大的娄子 宫里指明要处你 刀客面色一领 正色说道 全愧尚书大人 我才能活到今天 半闲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想到一些别的事情 别的人 大东山一役 百余名虎卫全属丧生 皇帝陛下借着四股剑手中的剑 一场冷血无情的清洗掉虎卫 也把范剑藏在皇族内部最大的助力 一扫而光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和心智 逼得范剑不得不提前退出京都这块凶险之地 但是范尚书自幼与皇帝陛下一起长大 在朝中经营多年 甚至暗中替李氏皇族训练虎卫这么久 自然留了些银手 此时范贤眼前的黑衣刀客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黑衣刀客 当年也曾经是虎卫中的一员 只不过后来假死成为了黑暗之中的范剑的嫡系下属 暗中替范府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甚至包括监视宫里伸出来的触角 在京都叛乱中 范贤冒着大险对庆渔堂下手 范剑在他的身后冷眼注视 替他收拾残局 当时出手的便是以黑衣刀客为首的范府暗中力量 直到那一天为止 范贤才真正的接触到了父亲最后的这批实力 你也知道 大东山上的事情 范贤看着那名刀客 问道 如今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虎卫活着呀 上述大人手下 还有二十一个 黑衣刀客笑着说道 如果大宗师都死干净了 咱们这些人 还是有些用处的 范贤以往只和高达那七个满脸目然的虎卫打交道 一时间还真不习惯这个黑衣刀客说话的语气 虎笑一声说道 且不提这个 说回先前的事情 忽然间 要提这么多银子 难道父亲就不担心 国潮之中有人猜到什么吗 黑衣刀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如他一样 轻声笑着问道 少爷 最近的胆子似乎也大了许多 尚书大人传来消息 您就真的准备开始调钱 甚至不惜向孙家和熊家伸手 难道 您就不怕朝廷察觉什么吗 此言一出 范贤陷入了沉默之中 黑衣刀客也没有继续开口追问 京都叛乱之后的这三年里 范贤在于长处暗中进行的事业 做得极其小意 不求有功 但求无缝 进展着实有些太慢 但是范贤不得不这样做 而且他远在丹州的父亲大人 似乎也对他这种谨慎表示了赞同 毕竟皇帝陛下当位 谁都不敢冒险去挑弄什么 万一是蟹只能是个血火相加的场景 只不过到了今日 似乎范贤和范贤这父子俩 同时开始加快了步伐 范贤的心理清楚 父亲之所以加快步伐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 开始渐渐向那个方向飘移 黑衣刀客接下来的这句话 也证实了范贤的猜测 少爷将来如果要做些什么事情 不要忘了我 黑衣刀客笑着说道 对于杀进皇宫 我也是很感兴趣的 半仙唇角微翘 说道 我很感兴趣的是 你是打算替自己的家人复仇 还是想替死在大东山上的那些同僚复仇呢 有什么区别吗 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你来说 对于那些藏在黑暗中的虎卫来说 皇帝陛下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人看 你们不把他当君主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范贤微微垂下眼帘 轻声说道 但问题在于 你就当着本官的面这样说 难道不怕本官真的杀了你吗 你应该很清楚 皇帝陛下与我之间的关系 黑衣刀客瓶颈说道 我更清楚 你和上手大人之间的关系 很矛盾啊 范贤笑着叹了口气 说道 你们是一批很有力量的刀客 但你们又是一群很危险的人物 连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控制你们 所以我认为 你最好还是留在父亲的身边 包括你身旁的那些黑暗虎卫 都一样 不要试图掺和到 我的事情当中来 黑衣刀客的毛子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失望之色 父亲才能控制住你们 而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我不可能用你们 范贤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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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 平静说道 我有我自己的力量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点 务必保证父亲的安全 你只要做到了这点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或许能达成你和你兄弟们的目标 可一刀可沉默了下来 沉默维持了许久 范贤喝了一口身旁的冷茶 下意识地缩起了两只腿 抱膝坐在椅子上 这个姿势并不怎么漂亮 但却让他有些安全感 便在这一刹那 他想起了二皇子 看着身前的黑衣刀客 他又想起了高达 想起了因为皇帝陛下的谋断 而流血牺牲的无辜人们 他甚至想起了陈平平 想起了曾在京都皇宫门前 割了秦横咽喉的荆歌 有些日子没有看到荆歌了 范贤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亮光 想到陈平平暗底里做了这么多事情 从死亡的边缘拉过来了很多人 而父亲其实这些年暗底下也做着差不多的事情 这两位当年的老战友并没有怎么通过气 但所选择的方式都是极为一样 大概他们都清楚 只有真正感受过生死的人们 才有勇气站在这个世界上 反抗一切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 只有度过了生死大劫的人们 才能在皇权的光辉照耀下 依然勇敢甚至骄傲的 狂力地挺直身子站立 这大概就是四股剑所说的心智问题 与本身修为的境界高低无关 只有这种人 才能够去做真正的大事 比如面前的黑衣刀客 比如戴着银色面具的金戈 你回去说 银子的问题我会尽快解决 但是要从钱庄里的纸 变成于常需要的养分 这件事情本身就极为困难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博奖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看着黑衣刀客 极为谨慎地说道 我担心自己的身边 有宫里的眼线 所以这次来魏州 才会觅观五妹当影子 如果内庭或者是刑部 督察院察觉到什么 也只有会猜疑到这一层 所以你要小心一些 不要被人盯上了 问题是 少爷你来见观五妹 为的也是替鱼肠除淫吗 黑衣刀客难得地皱起了眉头 如果对方从这边查下去 怎么办呢 我和你 就像是悬崖的内暗 永远单线联系 就算有人要查 顶多也是查到我 再也查不下去 甚至 银钱的流动走向 前一部分在账上的过程 自然有父亲留在江南的 户部老官处理 至于后一部分的转换 范贤微微低头 似乎也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困难 缓缓说道 我能处理一部分 然后就看东夷城那边怎么样 如果能有外洋入祸 应该能把速度加快许多 那我便走了 黑衣刀客虽然感觉 范贤应该说的话 没有说完 但也知道自己必须走了 拱手一礼 说道 只是这三年里边 我一直有件 很好奇的事情 范贤抬起眼看着他 笑着说道 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叫鱼长呢 沉默很久之后 范贤说道 鱼长 是一把剑 是一个叫做 专珠的人用的剑 是一把藏在鱼腹之中的剑 这把剑 可能永远藏在鱼腹之中 永远不会见到天日 但是一旦破腹而出 就一定会刺进某个人的胸膛 你就是一把鱼肠 荆哥也曾经是一把鱼肠 我身边的影子也是一把鱼肠 范贤微笑着说道 只不过 你们都已经开始见天日了 只有我的鱼肠还要藏着 范贤在魏州 住了一夜 与关五妹就急淫之势商讨了一番 下七妃此时 人在苏州 是无论如何赶不过来的 他也只好通过关五妹的口 提醒那位新明家的主人 这件事情的干系重大 第二天的时候 岭南雄家和泉州孙家派出的代表 就赶到了魏州 范贤只是引在暗处看了看 确认了这两家巨谷 可能持有的态度 便放下了心来 新明家用的借口 确实很实在 虽然北方还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但是孙雄两家总不会相信 下七妃会在这件事情上欺骗自己 因为这种欺骗任何好处都没有 商骨之间的互相借贷 其实关键还是要考虑 对方的偿还能力 在孙雄两家看来 就算北齐朝廷 因为东夷城的事情 开始大力打击明家行走 在这个走私事宜 但是明家的身后 如今是小范大人 有内裤源源不断的货物 作为保障 始终还是一个金窝子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存在 还不出来钱的情况 在确认这笔银子能够到账之后 范贤又暗中让关五妹 同志夏七妃 让她在华园里宴请杨继美 这位江南头号言商 想必宅子里应该藏了不少银子 而夏七妃向她借银子 难度估计也不会太大 如果杨继美一个人也筹不出来 她自然会发动江南的言商来帮忙 不得不说 范贤在江南一地熬了两三年 确实打下了一个坚实无比的基础 只要表面上没有去触动朝廷的根基 她完全有能力将江南商场的力量集结起来 而这笔力量 着实有些害人 能够在短时间内筹出这么多银子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这些事情花了范贤一整天的时间 在牧师 她离开了魏州城 消失在了血一般的颜色之中 从这天起 不知她在江南的这些下属们 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就连监察院和起年小组的亲信 也完全失去了她的踪迹 一位在监察院里 竞赢了一生的年轻九品高手 刻意乔装上路 完全有能力避过所有人的注视 就这样 范贤消失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大陆内附的春意 都已经伸到了吴以赴家的地步时 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 出现在了北齐与东一城交界处的 一处大山凹处 这个地方很偏僻 但是交通并不如何落后 因为这是很多年前 旧商路的一个中转点 只不过废弃了许久 早已消失在了地图上 也从很多人 他们的心中消失了 从大山的外面看去 此地一片安静 偶有犬废鸡鸣香文 墨上有农夫行走 此时 夜已经深了 偶尔出现的农夫 却根本似乎不需要一点灯火 便能看清脚下 微湿泥泞的田笼 那个身影悄悄地与这些农夫擦身而过 向着山里行去 往大山里行去的道路显得 蜿蜒了起来 就像是一条绕来绕去的鱼肠一样 那个风尘仆仆的身影 往山里一直走着 不知道走了多久 衣衫带下露水 不屑踩断枯枝 终于爬上了半山腰 本来 眼前还是一片荒芜山村 一转头 却见灯火点点 满山庄园 无数透着股新鲜味道的建筑 就像是神迹一般 出现在山谷之中 那个身影扔下了手中的竹棍 看着脚下山腹里这些灯火 不知为何 觉得心里十分感动 以至于双眼都快湿润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片隐藏在农庄之后 隐藏在桃花园中的景象 消耗了自己多少的精神金钱 不知有多少人 在为之付出努力 就像在山前 他曾经遇到的那些农夫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